敘利亞政府軍和反對派之間的武裝衝突加劇 聯合國觀察團負責人說敘利亞已經展開全面內戰 伊拉克什葉派穆斯林在巴格達和境內多處地點成為炸彈攻擊目標造成多人死傷 在莫斯科舉行大型反普京示威後一日最少五名俄羅斯記者被捕 因為他們不滿當局拘禁俄羅斯申報記者 這份報章對普京持有批評立場 在華沙舉行歐洲國家杯賽事期間 俄羅斯和波蘭球迷發生打鬥事件後 波蘭內政部長警告將會強硬對付知識球迷 在特尼斯警方和穆斯林發生衝突後 有關當局在特尼斯城實施宵禁 使得當地街頭變得冷清 蘋果公司宣布推出內含視網膜顯示器的電腦 解像度高達2800x1800 較目前的高清電視畫面更高清